1954年马尼拉亚运会 有一位台湾阿美族选手 以替补的身份代表中华台北队出征 在这次比赛中 他打败了上届十项全能冠军 日本选手西内文夫 一举拿下第一个十项全能的金牌 在1958年东京亚运会上 这位台湾选手更是打破了亚运会记录 再次蝉联十项全能的冠军 从此亚洲铁人杨传广这个名字 享誉亚洲 杨传广生于一个体育之家 父亲是棒球和田径选手 母亲曾是短跑健将 受父母影响 他自幼就十分喜欢田径运动 中学时代就表现出了超人的体育天赋 20岁时入选台湾地区亚运军团 他申报的项目是跳高和跳远 有趣的是集训期间 时任田径总教练的张焕龙 发现这个年轻人 无论是牵球铁饼还是标枪等项目 都玩得很好 于是临时决定让杨传广改报十项全能 而此时距离马尼拉亚运会的开幕 仅剩下三个星期了 杨传广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恶补了撑干跳与1500米长跑 心怀忐忑地来到了马尼拉 结果杨传广一鸣惊人 在1954年的亚运会上 以5454分夺得了十项全能的冠军 当地报纸以Asian Roman 亚洲铁人来称呼他 1958年东京亚运会后 杨传广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 在德瑞克教练的门下 与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 十项全能的银牌得主雄森一起训练 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赛场下是朋友 可到了场上却是对手 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 杨传广和琼森同时参加了十项全能比赛 杨传广在100米跑 110米跨篮 撑干跳高等比赛中赢了琼森 但琼森在牵球 标枪等比赛中赢了杨传广 大家又再一次的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 冠军的归属 一切取决于最后的比赛项目 也就是1500米 杨传广必须优胜于琼森十秒 才能取得金牌 但在比赛中 琼森紧紧地跟随在杨传广的后面 直到终点 抵达终点后 琼森累地趴在了杨传广身上 两人相互扶持的场景 让现场所有的观众都高喊 给他们两个人都拿金牌吧 最终 琼森凭借以前的在投掷项目中的优势 击败了他的好朋友以及对手杨传广 艰难地拿到了奥运会的十项全能金牌 而获得了银牌的杨传广 成为了中华台北第一位在奥运会上 获得奖牌的运动员 退役后 他投身于体育教育事业 专心培养体育人才 1968年 他在台湾还发起了一个 一人一人运动 希望大家都能够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新建现代化的体育馆 培养优秀的体育人才 建立全民体育的观念 杨传广在亚运赛场上 是所向披靡哭风唤雨 但在世界赛场上 却遇到了一身的敌人 琼森 2007年 在洋传广美国病重期间 琼森还到医院亲自探望 两位当年体育健将 为世人演绎的 也正是和平友谊进步的体育精神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